请问海外过境总学会 应如何推广地质规 使地质规在海外普遍弘扬 这是我们讲的很多 要把地质规看作学佛的根本戒律 学佛应该从这里学起 理论依据在哪里呢 敬业三福头一条 孝阳父母奉仕四长 慈心不杀修士善意 这个孝亲尊师就是弟子规 弟子规做不到 孝亲尊师没有了 慈心不杀呢 我们学感应品 真正懂得因果 你不敢杀神 你不敢启悟念 好好地在学 世上也道 所以我们把弟子规 感应品 世上也道 看作根本戒律 从这个地方呢 才能真正建立大乘佛法 好 好 好 good